就是他很喜欢在网上发文,谈论一些生活中,或者他们娱乐圈的事情,只是,这其中很多他发表的观点,或者所说的事情,都会引起网友的很大争议,但实际上后来发现,他所评论的这些事情,都没有多大意义, 见见的很多网友觉得,他有些矫情,也有些人批评他喜欢蹭热度,更有网友直言说,他就是矫情,真有闲功夫的话,还是多静下心来,创作一些好剧本,也省得网友们老实说他抄袭的事,不过和张大大一样,虽然经常在网络上被网友们骂,但他们的热度却不减,而且,好像网友们骂得越厉害,他们的热度越高,连粉丝都是飞快的涨, 而这也可能就是热搜体制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吧,这不,这两天虞正又上热搜了,一条是关于他在网络上催人还钱的事,而另一条,是和关于他评论肖战的,先说第一条吧,说是有一个圈内的年轻艺人,向虞正借钱了,但一直没还给他,而且这位艺人这段时间,因谈恋爱还上了热搜,这便让虞正很生气,意思是说,你有钱谈恋爱也不还我钱,所以,他才在网上曝光了这件事, 可能正是虞正这种行为,让这位艺人的粉丝,开始替他打抱不平,意思是说,为了一点没还的钱,就在网上曝光人家的做法,实在不地道,说实话,看了虞正晒出的聊天记录,个人觉得虞正这次做的没有错,就像他说的,说话就要算数,说什么时候还钱,就还人家,不能言而无信,就在网友和虞正,就该不该把别人借他钱不还,这件事在网上曝光的时候, 虞正评论肖战的事,又上了网络热搜榜,看来,虞正是热搜体质无疑了,看来像比较挑剔的虞正老师,对肖战的印象还是蛮好的,这真是很难得的现象,不过,这也让我们从侧面知道了,原来看起来帅帅酷酷,多少又有些高冷的肖战,原来也是一个暖心真诚的人,怪不得有那么多人喜欢他。